见到熟悉脸庞 马上放下手边工作 这一户户在蜿蜒小路里的人家 是医疗难以触及的暗角 一直到时候肌肉萎缩 而且还会产生入疮 那时候你又努力照顾 医生来给你看 外腰这样有欢喜有好吗 好了 医疗方面还是有点缺乏 所以你们能够过来是 对我们偏乡是蛮有帮助的 看见偏乡需要 许下约定定期报道 无奈近几年疫情一波波搅局 疫诊亡诊被迫延期 但这群医护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投入另一个战场 其实我们六月二号就已经知道 要做这个疫苗注射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儿子讲说 我六月份开始都不要去上班 我就是全心的配合 医院人手不够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帮忙 节省医院的人力 让他们可以服务重病的病人 在疫情最严峻的双北 政府台北慈院和任医会三方合作 动员五千七百多人次 帮助超过一万八千人接种疫苗 现在疫情高峰过去 仁医团队重启关怀脚步 舍弃休假 深入囚乡僻长 不过每一次的付出都是满载而归 有能力然后有机会可以去付出我们的一部分 这样的感动会让我们在回到诊间的时候 会更有热情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